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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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姆稍走 有什么异常情况没有 一切正常 加强警戒 是 黄明峰他们去镇所了吗 还没有 我就说嘛 他们不会找麻烦的 没有仪器 他们有二十七号病毒 那也跟睁眼瞎一样 但是 山姆少佐可不这么认为 他懂什么 我保证 黄明峰他们看不出任何破绽 大佐 我现在可以回去了吗 对不起 没有山姆少佐的命令 你哪儿都不许去 大佐 坐下 坐下 要在第一时间杀进去 阻止鬼子开枪 火灼拨失以后 马上离开 明白 行 快点 喂 给我借记名证所 快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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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支援司令部 是 给我打 隐蔽 混蛋 师父 我们绕刀刀 走 天虎 快走 时间差不多了 撤吧 不行 没有见到朋友长的信号 快点撤 打 兄弟们 掩护撤退 快 快走 快 把蓝博士找出来 是 报告 没有发现蓝博士 是 报告 没有发现蓝博士 师妹 蓝博士不在这儿 哎呀 听说小分队啊 这张队也把来了 是啊 是 都精神一点啊 千万不能放松 打起精神来 对 这是 怎么这儿还回来 有劲啊 对 不 快 say 走 走 这都可以 走 走 快 走 分头找 不能漏掉任何一个房间 好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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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长 谭长 兄弟们 我们的任务 只完成了一半 下面的任务是 保证黄营长他们 能从对面的诊所 安全地撤离 各个接口 都要由我们的人手上 马上占据有力地形 一旦听到枪声 就要坚决地把鬼子挡在诊所之外 即使 我们全部死在这里 也不能让鬼子走进诊所 是 行动 走 走 尽alts 快 再死 就是 D 快 快把我的军事 快救我们 救救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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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救 救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解药?你们真是异想天开啊 我连你们的人得什么病、中什么毒都不知道 我哪来的解药啊? 蓝静平! 你才是异想天开呢 如果我们不知道 你给我们的人注射的是27号病毒 我们怎么会把你抓到这儿来 我 我不明白你们在说什么 你装什么装 别以为我们不懂日文 这个 就是你企图为我们的人注射的27号病毒 我可以告诉你 你注射给我们同志的确实是蒸馏水 如果你要注射病毒 你的目的就达到了 你说什么? 当你的弟弟蓝如剑在诊所门口想见你的时候 让我进去 我是蓝博士的弟弟 哥 我是如剑 怎么回事啊? 没事 哎呀,这年头什么怪事都有 居然有人非说我是他大哥 我倒是想有个弟弟 可是我不是 你现在明白了 就算是像你们说的这样 你们拿走的是蒸馏水 那堆人也没有害处 你还想狡辩 你以为我们会把它扔了 为了证实你的真实目的 我们的同志 把病毒注射进自己体内 到现在 他还处在昏迷和高烧状态 真的 你给我听好了 如果他们死了 我再把你夺了喂狗 大哥 也许你们都误会了 可能我大哥真的是想给苏姑娘注射蒸馏水 你胡说 没有 坐下 我小弟没有胡说 我是真想给那姑娘注射蒸馏水 也许是掉了包 对 一定是有人趁我不注意掉了包 为什么有人会掉包 大哥 别听这小子胡说 就是他攻击鬼子 想杀害苏姑娘 大哥 你再好好想想 是不是小鬼子知道我们的人在你那儿 对 一定是日本人 是日本人 放屁 鬼子去哪里你能不知道 是黄子安 黄子安 你们见过他就是我那个助手 他平时就跟日本人勾勾打打的 我老是跟他说 我们是医生是科学家 专心经营我们的医学研究就行 不要参与政治 特别不要跟日本人搅合在一起 可他不听我的呀 他表面上答应我 但安地里还是跟日本人勾勾打打的 对 肯定是他 肯定是他 够了 你真把我们都当傻子 黄大哥 我很了解我大哥 他从小就特别善良 蓝兄弟 你怎么回事 怎么听你个汉奸说话 天虎 我真的了解我大哥 别一口一个大哥了 他认你吗 他根本就不认你这个弟弟 你这么快就忘了 你们误会了 我怎么能不认我的亲弟弟呢 我是怕日本人毁了我的诊所 你们都是八路军呢 我要是和我八路军的弟弟相认 那日本人能放过我吗 再说了 大娘那天带那个姑娘来 就说了 是 被日本人的钢丸所伤 那个环境 难免有日本人的奸细 而且黄子安还在 我呀 是想暗地里和你相认 暗地里在相认 是啊 黄大哥 我相信我大哥说的话 他应该不会存心要害苏姑娘 一定是那个黄子安 设计陷害他 蓝兄弟 你怎么回事啊你 大哥 我跟你出生入死 不就是想多杀几个鬼子吗 如果 如果我大哥做了罕见 我一定不放过他 蓝兄弟 虽然他是你大哥 但他所说的都是一面之词 要我完全信任他 或者信任你 都不可能 那黄大哥 我就以我的性命替我大哥担保 蓝如剑 我们两个同志生命垂危 您能担保吗 大哥 不要再说了 蓝景廷是你大哥 他教不出解药 他就是我们的敌人 你先出去 大哥 出去 弟弟 蓝景廷 你不要再跟我们耍滑头 既然你有病毒 就有解药 你要交出解药 我们可以不杀你 要不然你心里清楚 我给你时间 你好好考虑考虑 大哥 别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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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开诊所是治病救人的 我要那病毒干什么呀 蓝景廷 你应该清楚 就算我们不杀你 日本人也不会放过他 而且他们比我们更想要你的命 你好好考虑考虑吧 带到柴房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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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弟 小弟 我说的都是实话 你们长官不了解我 你是了解我的呀 你一定要救救我啊 小弟 你一定要救救我呀 小弟 快去看 走 小弟 快 走 救救我呀小弟呀 快 走 發生了 那个蓝景廷太狡猾了 连蓝大哥都被他骗了 嗯 毕竟是亲生兄弟嘛 可恶 黄院长 黄院长 快去看看 周姑娘她醒了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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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忠 小忠 黄营长 黄营长 小心穿人 没事 小忠 放心吧 我们已经抓到那个姓兰的了 他会交出血情 你和苏姑娘都会没事的 黄营长 我放心 小忠 别着急 慢慢说 这次这个二十七号病毒 跟以前的病毒武器 它都是不一样的 我知道 小忠 它是一个新品种 他们不会交给 交给一个中国人的 你放心 小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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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营长 黄营长 真是 我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如剑 如剑 你要相信我 如剑 跟家里人断绝联系 我是迫不得已啊 我要是不跟家里人断绝联系 这美国人就不让我进研究所 可要成为一流的科学家 就必须进研究所 我也是为了将来 能玄乎济世造福老百姓 你 你一定要相信我啊 你看我现在 不是在街上开了一间诊所吗 你去街上打听打听 问问老百姓 看他们有多感激我 看他们是怎么说的 你就会相信我的如剑 大哥 以前的事情不要再说了 我现在只想知道 你手里到底有没有解药 如果有的话 赶紧交出来给我 或者你就直接告诉我 你把解药放在什么地方了 我真没有解药 我要是有解药 我干嘛不拿出来保自己的命呢 再说了 当年去美国的时候 我发誓要为国人造福 是吗 难道你忘了吗 大哥 你知道吗 如果你不交出解药 他们是不会让你活着离开的 最迟明天早上 他们就会杀了你 还有那个云姑 他会一节一节地把你骨头敲断 会让你生不如死 不要 不要这样 我真没有解药 你一定要救我 如剑 可他们不会相信你 他们不相信 难道你就看着你大哥 为他们昏昏折磨死吗 可现在躺在闭床上的 也是我的兄弟姐妹啊 你就这么狠心 如剑 我们可是血脉相连的兄弟 大哥 我不能背叛我的组织 什么叫背叛 我要真是有罪 难我私有余辜 可你放走了一个无罪之人 那叫背叛吗 如剑 我现在全部希望都放在你身上了 你一定要救救我呀 如剑 你一定要救救我呀 如剑 这个暗道还有谁知道 只有我和蓝博士知道 基地里的人不知道 除了司医博士和宫警博士之外 其他进入基地的 都是帝国贸易公司那边 所以他们都不知道 你在这里负责什么 我是蓝博士的助手 负责蓝博士的生活起居 和一般病人的接待 这么重要的秘密 居然让一个助手知道 愚蠢至极 不错 可即使你杀了他 蓝博士也未必不把这个秘密 告诉给黄明峰 师父 我有个相反的想法 你认为姓蓝的不怕死 师父可能忘了 那个姓蓝的曾经说过 自己是世界上一流的科学家 他要凭着二十七号病毒 流芳百世 我当然没忘 可即使他是世界一流的科学家 他也是怕死的 可在他的心里 甚至是其他科学家的心里 他们对自己研制的成果 认为比自己的性命还要重要 师妹说得对 在日本 我当然相信会有 只不过姓蓝的不是这样的人 他只是一个六亲不认的可怜虫而已 而且他比谁都聪明 他很清楚 黄明峰现在不可能杀了他 至少是在他们没有拿到解药之前 否则女妖就没法救了 那倒是 而且八路军有规定 不许虐待俘虏 我相信 那个姓蓝的 绝不会供出自己制造病毒的这个事实 所以你认为黄明峰会再次回到这里 找他想要的解药 一定是这样 他不会有别的办法吗 我们就在这里等他们 陈希 你认为黄明峰会自投罗网吗 女妖对于她来说非常重要 而且这一次 还多了一个老妖婆来帮助他们 就算他们知道我们这里有埋伏 黄明峰也一定会来 那个老妖婆太难对付 师父您上次 中村 难道你认为我没有办法杀死这个老妖婆吗 请师父指教 难道你们忘了 我们有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绝顶杀手 师父说的是 二十七号病毒 我们将病毒 放在炸药里 埋满整个院子 他们一进院子 就引爆炸药 你觉得他们还有逃出去的机会吗 师父 可是病毒耐得住 爆炸产生的高温吗 二十七号病毒 恰恰可以耐得住高温 这就像你师妹使用的钢丸 内核的炸药爆炸 只是将存放病毒的外壳击碎 病毒就会附着这些碎片 在击中人体后 进入人体 这不能不说 是蓝博士的一项重大发明 可是这样 可能会伤了我们的战士 如果能够杀死黄明峰 他们的死也是值得的 黄营长 师兄 大哥 你倒是想想办法呀 再不想办法 钟姐姐跟苏姐姐就没得救了 大哥 解药一定在诊所里 我再去找找看看去 我也知道 解药一定存在诊所里 你们不想想 山目肯定会在这儿等着 就算我们去了 能拿到解药吗 就让他们等呗 我就不相信 他们还能拦住我们 我跟铁虎在前面开路 你们去找 我说黄营长 就凭你这个聪明劲 还怕找不着解药吗 就是 屁大个诊所 即便它有什么暗道机关 我们也一定把它找出来 硬创诊所肯定是不行的 就算拿到解药 不摧毁这个基地 我们也算没完成任务 那 那一定一步步来吧 我们先救了钟姐姐跟苏姐姐 再去找那个什么鬼子研究基地 不行吗 鬼子不会给你那么多机会 拿到解药和摧毁这个病毒基地 必须一次完成 要不然就别想 再接近那个什么寄明诊所 那你就这么干坐着 就有机会了 总而言之 没有万全之策 我们不能冒这个险 你们都先休息去吧 我 去吧 你说我师兄是不是急糊涂了 那你鬼子在诊所 咱们就不敢去了 大哥不是说了吗 没想到万全之策不能行动 现在两条人命在这悬着 哪有什么时间想什么万全之策呀 来 来 蓝兄弟 尼哥跟你说什么了吗 他还是说没有解药 来 这个王八蛋 我看现在最好的办法 就是让他开口说话 云公大师 不要乱来 再给大哥一点时间 他一定会想出好办法来的 什么好办法呀 好 那我现在就再等一个时辰 要是黄明峰 他再没有什么万全之策 我看 我现在就把这个姓兰的 他的骨头一根一根敲碎 我看他说不出实话 云公 我跟你一起去 好 别着急 大哥会有办法的 咱们都别打扰他了 真不知道大哥怎么想的 从来没见过他这样 前怕狼后怕我 姓兰的 办法就在你身上 你绝不会让我失望 做个照片 记得要得到 我可以再银点 有几十多 有趣 不是 并且 勇者 让他失望 谁啊 是我 蓝大侠 有事吗 好 蓝博士他怎么样 蓝博士啊 没什么情况 好 大哥 你没事吧 没事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受折磨 哥 你今天说的话不是在骗我吧 我怎么会骗你呢 我要是骗你 天打五雷红 好 我知道你会来救我的 小弟 我先走了 哥 别再回证所了 小日本不会放过你的 放心 他们抓不住我 我这次回去拿了我的研究成果 那可是我毕生的心血也是我的将来 然后我就回美国 再也不回来了 好 到时候我会联系你的 好 小心 来 起来 起来 没事吧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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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我问了 他要回研究所 拿他的研究成果 说那是他的 毕生心血 和他的将来 他会不会去诊所 诊所里 应该没他想要的东西 他应该去病毒实验基地 天狐 你把情况跟大伙说一下 然后马上过来 好 好 他还是要去诊所 诊所里 一定跟他去的地方是通着的 哥 别再回诊所了 小日本不会放过你的 走了 就算我们不杀 日本人也不会放过你的 他们现在 恐怕比我们更急着想要你的命 这个王八蛋 他没有到诊所去啊 看来我的判断没错 咱们分头行动 柳兄弟 你和铁虎 赶快通知谭队长 然后在诊所的外围埋伏 好 岳姑 你和雪妃 在诊所外面侧营 鬼子一定在诊所内外设了埋伏 而诊所 是他们唯一的出路 所以一定要保证 出路长通 好 走 蓝兄弟 你跟我一起去那边 怎么还没有动静 也许他们正在外面观察 黄明峰根本不在乎有没有埋伏 也许他们已经进去了 不会 人所外面全都是我们的人 要是黄明峰不愿意冒险 或者女药已经死了呢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如果黄明峰知道 贸易公司还有另外一条通道 你认为蓝博士会告诉黄明峰吗 他绝不会让任何人毁了他的研究成果 要是那个姓蓝的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泄露这个秘密呢 不知情 师妹 你的意思是 黄明峰诡计多端 他再诡计多端 姓蓝的也不会告诉他 朱飞 我们不能不防 帝国贸易公司根本没有像样的警卫 杉木 我和中村先去 你守在这儿 不 我们都过去 师兄 你立刻召集冲锋枪手 快 如果黄明峰进了诊所 你就立刻引爆 是 你师兄啊 可真是神机妙算 那当然 你呀 要是多像点钟姑娘 他就喜欢你了 我为什么要像他 是啊 这青菜萝卜各有所爱 你师兄对你没意 可是那个柳兄弟 他可是对你死心塌地的 谁要他喜欢 他去了哪儿 帝国贸易公司 这个鬼地方果然有问题 这儿要准备好了吗 放心吧 我这个队长可不是吃素的 召集其他兄弟 咱们走 是 他就在法人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